请一起了吗 都一起 好 起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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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好了 此时 考古人员正在打开一句 红色棺果 这句红色棺果的存在 为何令专家频频发出惊弹 这有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 这有个什么东西 金属啊 像金属 金属 我就说这有一个长的那个 对 金属 不同寻常的开关方式 已经七百多年 依旧色泽如新的红色棺果内 出途了江苏省 第一件带有墨书文字的 布袋珠碧 在棺内 不仅发现了精美的金银手势 还有一把木质梳子 令专家陷入了沉思 这句神秘的红色器官背后 隐藏了怎样的历史信息 本期视频就和阿金一起走进 这句金坛密关 视频开始之前 欢迎大家长按点赞 并关注支持 这天 在江苏省长州市唐陵村 进行污水改造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红色棺材 村民们发现这个情况后 非常的害怕 于是立刻上报给了有关部门 进行调查 当长州市博物馆得知消息后 立刻闻风而来 结果发现这里竟然是一座古墓 随即立刻对这座墓葬 进行想救性发掘 经过发掘后 发现这里一共有三座墓葬 并且呈品字形排列开了 通过从墓葬行指和规模来看 这三座墓葬属于宋元时期的古墓 由于一号墓和三号墓 保存的比较差 于是考古人员 立刻对这两座古墓进行了清理 但是并没有出土比较有价值的文物 可是当清理到二号墓的时候 原本以为和之前两座古墓一样 是比较普通的墓葬 但是当考古人员 将墓葬中的墓板清理干净后 衣服色泽鲜艳的红色漆木棍 赫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具保存完好的红色棺谷 对考古人员来说 也是第一次发现 红色棺谷为何会历经数百年 依旧色泽如新 由于现场不具备开关的条件 于是考古人员决定 将棺谷运回实验室 进行开关 在实验室内 考古人员在对宫棺进行检测时 发现了清高泥的存在 令人疑惑的是 在其他两座古墓中 都没有发现清高泥 为何只有这个棺谷用呢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考古人员决定 先对棺谷进行X光扫描 这一目的是确定 棺谷中的结构和棺内 稳物的埋葬情况 可谁知 当所有仪器都准备就绪 开始对棺谷进行扫描时 却看不到棺谷内的情况 这就让考古人员变得紧张了起来 这时一位考古人员发现 棺谷下面不断的往外渗水 就由考古人员开始猜测 或许是因为棺谷的密闭性差异 导致大量地下水渗透到棺内 所以X射性没有办法一探究竟 于是众人开始重新调整仪器的拍摄 当考古队员冲洗掉表面的淤泥之后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一具色泽如新的鲜红色棺谷 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保存如此完好的红色棺谷 在这些考古人员的职业生涯中 还是首次发现 随后考古人员经过X光的探射 竟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这个发现又是什么呢 这具红色棺谷为何历经数千年 仍旧荒亮如新呢 获然重新进行检测方案后 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在棺谷上赫然出现了一枚棺钉 它的出现让考古人员想打开棺杆 陷入了困难 虽然棺钉的位置已经确定 但是考古人员仔细检查了棺谷 却发现表面没有明显的缝隙 经过考古人员研究得知 很有可能是先确定棺钉的位置后 再将表面刷上了红色的颜料 为此考古人员开始用金属探测器 对棺钉的位置进行确认 棺钉的位置得到了确认 而棺谷的打开也即将开始 但是在开棺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解决 那就是经过探测 发现棺内有四分之三的部分 都充满了液体 想要开棺就必须将液体全部排控 于是考古人员在宏关底部 进行打孔 导出液体 并随即对液体进行采样 这边检测仪器旁的考古人员 在棺中也发现了文物的存在 为了能够在不破坏棺谷的情况下 大开棺谷 考古人员决定从棺谷底部进行开棺 接下来考古人员将木鞋 从棺谷底部镶嵌进去 将棺身给撑起来 但是由于棺板和棺铁 非常紧密地贴合在一起 这就是开棺的工作难度加大 经过考古人员数小时不断地将木鞋绳入 换身与地板最终完全分离开了 在这具宏关里究竟为我们隐藏着怎样的文物呢 考古人员首先通过打开的缝隙 发现了瓷器和帽子 这个发现令所有人都兴奋不明 当把棺身全部起掉起来后 棺内的全貌为我们显现了出来 而牧主人的尸骨也显现了出来 此时考古人员正在清理 棺内的物品 由于之前棺内有很多的棺疫 经过长时间的浸泡和动荡 使牧主人的尸骨已经偏离了原本的位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棺内的文物基本都集中在头部的位置 在对棺内文物提取之前 考古人员首先对棺内的物品进行测量和绘图 并对棺内出土的物品进行提取采样 在清理文物的同时 对棺关的保护工作也在进行 除了对棺体喷射消毒液之外 还在棺果内部采用药物注射 对棺关表面的七层进行加护 还有涂抹石灰层等方法 对棺关进行全面的混互处理 对棺果的保护工作进行完毕后 文物的提取工作也开始 首先考古人员先对牧主人的尸骨进行清理和提取 当考古人员将骸骨提取一部分后 在运营中发现了一根木栅 在木栅的旁边还发现了竹壁和木树 在这次木栅中出土了五件木树 两件主地 并且在木中出土的这件陪加造主地 是长州地区发现的第一件 带有墨树文字的古代主地 对研究长州地区的书笔历史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外在三号木中出土的六件金银首饰上 都发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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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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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